相信大家對於這些小腳架一點都不陌生 它簡單又細枝 也很容易賣到 價錢大概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 它的用法也很簡單 就這樣把三個腳打開就可以用得到 就可以放在水平的地方 例如桌子 就可以拍照或者用來拍短片 這次就帶了一件新的產品 因為它很特別 它有一支腳架小但內藏多種機關 方便不同需求的用家去試用 相信它可以滿足大家 那我一起來開箱和試一試它吧 這件產品就叫PGYTECH的Mindisport Pro 它有Pro和不Pro的版本 你看到它的包裝就是這樣 PGYTECH如果有玩航拍機的話 應該會很熟悉的 因為它是一個航拍機的配件公司 例如NDFILTERS 一些保護盒 變化商 這次它就在2021年 就出了一個新的生物架 也拿了紅點設計2021的大進 它是為拍VLOG的人而設 主要有六種方法去使用它 那好吧 我現在就準備開箱了 其實我今天拍之前的前兩天 我已經私自用過 那我就試一試它的功能 我現在才開給大家看裡面有什麼 我覺得裡面是有驚喜的 好了 你看到裡面會有信的 然後這裡有說明書 很簡單的發速隱瞞 應該裡面就是更詳細的說明書 我估計 你看到這個位置就是它的腳架主體 還有叫雲台 那如果非Pro版的話就沒有雲台 那它的開發就很特別 平時三角形就像剛才我們那支 是打橫拍出來的 那這個呢 你可以看到是這樣 這樣開 那上面就可以安裝你的雲台 抖開這個位置 交直去 拋住 那就已經安裝好這支腳架了 那你拿上手感覺 你感覺到它是很實正 也是很穩陣的 上面的雲台是很有質感 可以用金屬 即是鋁合金那些 整個構造是很實正 還有給你的感覺是不會覺得很不穩定的 說明書 教你怎樣用 還有一個PGYTag的貼紙 那我說這個是不能開的 那我又開不了 我拔不了出來 那我就看一封信裡面寫了些什麼 它都是一些簡單的WeChat的小孩服務 還有一封信的 就告訴創作者 希望這些三個架用得開心 我現在首先安裝了一部相機上去 那它的快速板呢 就要用回傳統的硬幣去上螺絲 快速板就是Arca Suisse compatible 那大家可以拿去安裝在其他牌子的三個架上 那為什麼這個快速板那麼特別呢 因為它中間有一個很滑動的小零件 那你可以防止你的相機很多時候安裝上去 不小心撞到會領鬆了去 讓你把手推到 它的相機和這個快速板都是活實的 它的螺絲其實是沒有鬆到的 只是移了位而已 那其實一陣子已經安裝完成了 就算我試過用一些更重更大的相機呢 那也都可以很穩定地放在這裡 甚至乎你想拍Vlog的時候呢 就這樣蓋上它 那就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拍片 它的腳架旁邊呢 就有幾個不同的功能 右邊有一個熱香的Hot Shoe 那大家可以將咪放下去 那為什麼要放在旁邊 不放在上面呢 第一就是上面的話 如果你的咪更大的話會很重啦 第二就是 就可以即時去扭動它啦 第一人聽試過的時候 我就可以向前拍 那我的聲音呢 都可以錄回我的方向 而不會說 那聲音就變成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的雲頭可以旋轉 那我就可以扭鬆回這個 然後扭回來 你就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 拍Vlog的手持動作啦 那當你去到一些餐廳 想放在吃東西的時候呢 你只要這樣打開它 放在這個位置 拍片說話 那其實呢 你安裝手機的話很簡單 就是你相機就可以用快速板 這樣去安裝啦 如果你想相機 想出換手機的話 只要你把相機拔出來 那就開回手機夾啦 按住它 就一環套進去 你把它拔緊它呢 安裝回手機上去的手機夾那裡 就可以盡量拍片啦 放在這裡 用來做腳架的 按回這個位置 咦 就可以拍到片了 上面有HOT SHOO 我可以安裝一支咪咪給它 或者捉眼燈給它 這樣呢 就完成了一個新的設置了 那如果我們將新的架 想變回做一支自拍棍的話 怎麼做呢 我們就按住這個鍵 還有按住這個鍵 那你上面有一個蓋 你可以打開它 你看到這裡是有一個熱虛的位置 只要我把這個雲台裝上去 扭實 那你就可以用來拍片了 其實你手機也可以 你裝相機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用手機去拍VLOG 又或者你把這個雲台裝上去 那就可以用自拍棍 其次呢 就是當我們轉回普通的模式 然後我們打開腳 我把這個按一下這個位置 調高它 那你變成正常30cm左右的高度 如果想按低一點的話 你只要按住這個鍵 壓低它 再調到它 你可以用這個高度去拍影片 就非常之方便 有時候可能我想拍近一點 拍攝食物 或者你把桌子比較高 你的人呢 就按摩水平 就可以調低角度去拍攝 那我也是 按一按 關起來就完成了 來到下一個用法 那剛才就介紹那邊的順多 主要是關於轉自拍模式 變成第一人稱時光 低炒 放在上面的一些用法 那因為它的東西就叫MANTIS for Pro 那MANTIS呢 就是說螳螂 就是 螳螂 螳螂 那為什麼叫螳螂呢 因為是開出來的 好像螳螂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你把腳架打開 看到裡面呢 它內藏一個掛鉤的 我們拔出來 那就可以掛在一些牆 或者掛在一些欄杆的位置 那大家留意一下 官方說這個位置 就是你的物體掛的厚度 要少於90mm 例如你可以掛在車的玻璃 掛在一些維蘭 但是它的厚度大概是少於90mm 那就可以安全 然後留意一下 它的腳這裡 一定是不能碰到東西的 就是說這三個支撐店 ABC 一定要碰到它那個平面的位置 要不然你會上機就跌到地 就是好像這樣掛 就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因為它的支點就 你看到是露出去的 那就不要這樣做了 又說到好像這個這樣 你看到它也是同樣的問題 它是不穩陣的 你為什麼動來動它 因為它這個位置沒得頂住 所以大家要找一些 是完全平的地方 還有大家留意一下 千萬不要掛在一些會動的物體 例如你的車正在走 你的船正在走 那就會很危險 因為你的相機會掉下去 因為它的時候震動 它可能會沒那麼穩陣 有了這個掛勾 就可以做這個人肉的穩定器 有時攝影師可能要手持著相機 但是這次我們就可以靠著這個掛勾 即是SUPER的那條打 就可以這樣盡量拍攝 這樣會變得非常之方便 還有一個小小的有趣用法 有時攝影師會很喜歡低炒 其實只要你把腳架設置到這個模式 那就可以很簡單地做一些低炒的拍攝效果 來到今天的小總結 它的優點實在有很多 比如拍Vlog或拍片拍照 最記憶的東西就是 你不能夠用一個簡單的器材 做完所有你想拍的東西 例如剛才提到低炒 放在桌子上 掛著 你可能要準備很多不同種類的腳架 帶齊在放在書包裡面 這樣才可以拍到你想要的效果 但是它一枝就弄得碰到 另外一枝的質感真的非常之好 它很實正 放重相機 輕相機 加咪 加任婆的配件 都絕對是沒問題 你看到是不會搖的 是沒有聲音的 是可以很實的 它的Postro真的很有用 即是你放尖在旁邊 你不用怕要怎樣放在相機旁邊 或者是有些相機可能放在咪 之後頂著的反望 就像我上面一樣 那你可以只要把咪放在這個位置 加上你放在咪 也可以即時扭動你的風向 你不會怕你的聲音突然轉了不同的角度 影響收音 至於壞處其實都沒什麼了 最主要就是安裝快刷板的時候 即是安裝相機的時候 都是需要硬幣去幫你扭 有些牌子的快刷板 可能可以直接拔起一個走環 可以直接頂上去 這樣也不行 可能因為它配合它獨家設計的Roller Bearing 即是說你的相機動動撞了的時候 它快刷板不會的螺絲越頂越鬆 然後掉了造成危險 希望它將來可能有機會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那就不需要再自備硬幣 或者一些器具 扭回相機上的快刷板 缺點就是因為價錢的問題 它有分量的版本 第一個Manty Sport 即不是Pro版本 它就沒有這個雲台 這個金屬雲台是非常高質素 也非常有用的 那就是780元港幣 如果你要Pro版本 即是多分這個雲台 就是990元 那其實只要是多了200多元 就有一個很好的雲台給你 那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那我個人就比較想推薦 就是加多了200多元 多了這個很好用的雲台 那就可以用更多不同的拍攝角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我們行李網上商城買 不過我還是那句 沒有收任何廣告費用這條影片 那我純粹是我自己第一個 實測完之後 再分享的感受 還有另一個也不是很熱缺點的 就是我這個機關太多了 那所以我用的時候 我研究了好一段時間才知道它怎麼用 為什麼可以 例如打開腳 或者怎樣扭它的頭部 不過我相信大家 其實如果你用來它之後 都應該會懂得怎麼用 那我接下來也會拍更多不同的 中文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即是追蹤登斯的頻道 還有讚好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之後會拍更多不同的產品 開箱和評測 希望大家喜歡 我亦都在英國 繼續留意我們留學英國留學之旅 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